什么是底线?底线是不能触碰的尊严,底线是不能失去的傲骨,底线是不能跪下的膝盖。 什么是底线?底线是做人的选择,底线是做事的基本,底线是处事的关键。 底线,虽然看不见,但却从行动中展现,一个有底线的人,再穷,也不赚犯罪的钱,再苦,也不做无耻的事。 但是,把良心看得重要,把人品视为生命,底线是无价之宝,用钱买不来,底线是为人之道,用笑话不来。 一个有底线的人,为人正抬,一个没底线的人,为非作歹。 没底线的人,会为了钱财抛弃弃子,会为了利益再借兄弟,嘴里没实话,心里没真情。 把人品,良心全部当垃圾,眼里只有无知利益,有底线的人,把钱看得轻,把品看得重,把力当废墟,把钱当宝贝,不会毁了人品,不会抛弃真情,不管干什么,做什么,都把人品放在第一位。 底线,究竟有多重要,拥有了底线,别人不会小看,维护了底线,别人不敢暗算,守住了底线,别人不敢侵犯,保留了底线,别人就会信赖。 人活一世,要本分做人,坦当做事,不美良心,不丢善心,留着底线,才能抬头做人,护好人血,才能无悔一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